昨天在网上买的户外做饭的小锅已经到了 然后还有这个折叠卡式炉 这两个都是我之前用过的装备 然后还有我帐篷也到了 等会儿去拿快递,拿帐篷,拿那个防潮垫 北京今天早上最低温度11度 可以看见大爷大妈们已经穿得很厚了 现在这个温度对于广州来说就已经是冬天了 这次买的帐篷还是骑行广东和海南的时候用的帐篷 这个是到了一个帐篷,挪客帐篷 上午10点了,这个取快递的地方还没有开门 这有一个早点铺,看看卖的有什么早点 你看有什么事的呀 都有 放了油条,蒸脚 我要了一根油条和一碗豆腐脑 今天这早餐才5块钱 要是单吃一个蒸脚或一个小笼包的话就得8块钱 看看今天豆腐脑 看看这个咸豆腐脑,里边有木耳 然后还有香菜碎 然后这里边应该是一种咸咸的卤子吧 它这个卤里边应该是放了那个有味精或者是有酱油 好喝 这个豆腐脑特别的嫩 再来尝一下油条 一根油条 要是刚出锅的话会更好吃 有点凉了 以前在郑州的时候喜欢把这个油条泡到胡辣汤里面去吃 嗯 泡豆腐脑里吃也不错 刚才去拿快递 只拿回来了一个帐篷 那个防潮店还有充电宝 那个快递站没开门 下午还会倒一个睡袋 这个帐篷跟我骑行海南用的是同一款帐篷 搭建起来的话应该是轻车熟路的 等会吃完饭之后 在我这个床上先搭一下 看看里面少不少配件 这豆腐脑是真不错的 这豆腐脑 正好的 这豆腐脑 这豆腐脑 是在这乖骨 那nio就这么帮了 那 Wię点 瘫 这豆腐脑 这一定在连出 就这么把这样子 这就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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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